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61年到64年在北大府中 我叫颜飞 90年到96年在北大府中就读 我是任其然 北大府中93到99届的校友 从留校到我退休 一共在这个学校工作了35年 初中毕业留校以后 就成了北大府中的第一批教职工 我主要是负责当时所有的住校班的伙食 当时吃饭可不像你们现在吃饭 那是十个人一桌 一桌一盆饭 一盆菜一盆汤 当时非常热闹 当年还有很多调皮捣蛋的什么 伪造食堂的饭片 自己画个饭片 带着一个年级画饭片 然后结果食堂的工作人员 他就要锻炼他的食品 打假能力 最后大家有一度的流行 就是看今天谁画的饭片 没有被查出来 当时我们的初中楼跟现在的初中楼的位置基本一样 但是当时的初中楼前面有两棵大的核荤树 核荤树一到6月份 它就开始长红花 然后就开始掉 基本上就开始考试了 那个时候校园里好像没有这么多银杏树 反而是核荤树 让我觉得还是挺有情感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破操场 当时那个也不到300米的操场 那个操场是一个土路 比现在的差远了 但是我们所有的体育科员运动会 都是在上面 我们是一边学习一边建校 栽树啊弄操场啊修路啊 这我们学生是都参与的 印象最新的就是一阵门马路上的 这几棵大白杨树 现在还存在 树都那么老出了 我母亲其实也是创校第一届的学生 树中楼其实很多那些 你们看到的那个参天大树啊 其实是我母亲他们那一届的学生 当年去种植的 所以回到校园也是非常有感慨 因为我母亲也是我的校友 也能看到她种的树 跟当时学校的老师呢 约了一下呢 说回来参观一下校园 这一参观就了不得了 我当时觉得这个颠覆了 我印象当中的一个中学校园的形象 现在随着北大副中这个发展建设 从一座楼到两座楼 现在到三座楼 加强了这么大的体育馆 让我自己再来我都出不去 在我家其实正好能看到校园 也能看到现在的同学们 上去一课就觉得副中每年真的是变化 直接打 然后也都不断地在越来越往好发展 所以我都觉得挺为我们北大副中高兴的 现在的很多毕业生 我觉得他们毕业了以后 跟没毕业在我的感觉上 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他们天天回来打球 这个学校也很有意思 我不知道有别的中学会不会这样 就是从这里毕业出去的学生 再回来任职的这个比例是挺高挺高的 大家都会特别感恩说我 我们是作为一个服务人 我们来到了这个学校 我们可能在这个学校 学到了知识 学到了能力 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 所以从这个错念 也能体现出来 大家对无效的任何成果 可以说在北大副中培养了学生的一个自立能力 让你们这个书院那个书院学好多东西 我觉得这对你们这个成长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而且我觉得书中是确实是很崇尚自由 然后很开放性的 我之前返校的时候看到就是高中都是在相当于走独的班 对吧就是你可以自己换班 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特别好 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讲 要珍惜在校期间的这些学校组织的每项活动 的确是看着北大副中的学生 随着北大副中的发展 你们慢慢慢慢长大的 主要时间太久远了 凡是对母校充满的感情 我是这样 要珍惜北大副中来 话太多了 不知道 话太多了就是 我从毕业 从上学到毕业 没有出这个门 直到毕业 一个小便 真是 我那也不和她 今天到毕业 很累 我现在认为